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 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 听到这个书名或许你会有疑问 成年难道还没有成人吗 事实正是如此 很多年轻人虽然已经年满18岁 达到了成年的标准 但远远还不是一个成人 凡事还要靠父母来解决 你可能经历过或者看到过 有些年轻人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 注册报道的手续是父母跑前跑后帮忙办的 连床上的被子也是父母爬上爬下帮忙扑的 本书作者朱利·利斯科特海姆斯 是美国知名教育工作者 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了十年的新生教务长 他和成千上万个18到22岁的年轻人打过交道 看到了在不同养育方式下长大的孩子的状态 同时他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他们全家居住在升学竞争异常激烈的硅谷腹地 帕洛阿尔托 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 他近距离观察到很多父母 是怎样为了孩子升学拼尽全力的 朱利·利斯科特海姆斯发现 很多孩子出现了生活能力不足 心理问题严重的现象 究其根源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养育造成的 所谓过度养育指的是父母给孩子的关怀和帮助 超过了孩子成长所必须的部分 父母深度介入 甚至是一手包办孩子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 他希望父母们能够看到过度养育的危害 摆脱过度养育的陷阱 于是写下了本书 在本书中他提出父母可以采取不同的养育方式 帮助孩子长大成人 本书面试之后大受欢迎 成为了纽约时报亚马逊双料畅销书 有人评论说这本书应置于所有教养类图书之前 在中国父母为子女倾注心血的程度 和作者书中提到的美国父母们不相上下 海淀妈妈 顺义妈妈这样的称谓 正是无数过度养育的中国父母的缩影 这本书虽然讲的是美国家庭养育的现状 但对于中国父母来说 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下面我将通过两个问题来介绍本书 第一 怎么样算是过度养育 它有什么危害 第二 要想让孩子成人应该怎么做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算是过度养育 它有什么危害 说到过度养育 相信很多父母都不陌生 它的表现形式具体有两种 第一种是父母过度保护孩子 第二种是父母帮助 甚至是替代孩子做规划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父母过度保护孩子 什么样的保护叫做过度保护呢 过度保护指的是 孩子在有机会变得坚强独立的时候 父母却将孩子完全保护起来 避免他们受到任何一点伤害 我们来听几个例子 作者有一次看到一位妈妈和八岁的儿子过马路 妈妈一边牵着儿子的手 一边左右观察 确保安全 但儿子自始至终都带着耳机 在玩手机 作者还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 一定家长说 他的女儿失踪了 因为他一整天都没有联系上他的女儿 事实上他的女儿只是去参加活动 忘记给家里打电话了 这两位家长的做法就是过度保护 第一个孩子已经八岁了 应该要自己学会过马路 但妈妈全程都在保护他 第二个孩子已经是大学生了 本来应该独立生活 但父母还要求孩子随时报告行踪 父母的过度保护不仅体现在人身安全上 还体现在对孩子情绪的保护上 比如孩子在学校不开心了 父母就开始担心 是不是孩子遭到了校园霸凌 自己是不是应该向学校反映这个问题 一位叫做奥拉夫乔根森的小学校长说 校园霸凌这个词正在被滥用 乔根森校长在教育行业待了25年 他承认校园霸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真正的霸凌 是指那些蓄意打击或者孤立某些人 并在一段时间内多次且多方面贬低 或者是伤害他人的行为 据他的观察 现在的霸凌现象并没有比过去有显著的增加 很多时候所谓的校园霸凌 只是孩子之间正常的摩擦 乔根森校长分享了一个案例 一位家长认为孩子遭遇校园霸凌 来到学校和老师严肃交涉 事情还没有聊完 孩子们却已经玩到一起了 还有些父母甚至连老师对孩子的批评 也觉得难以接受 认为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一位叫做飞瓷的中学棒球教练 经验丰富 曾经带领校队赢得两次全国冠军 有一年的夏季比赛中 球队成绩不太好 飞瓷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每一个队员的缺点 没想到 当孩子们把飞瓷的批评告诉给家长以后 很多家长去校长那里投诉飞瓷 甚至提出要把飞瓷换掉 最终在压力之下 飞瓷只能检讨并改正自己的行为 在父母的过度保护之下 孩子们彻底安全了 他们没有机会接触批评的声音 更没有为将来面对真实社会 做好准备 说完了过度保护 我们再来看过度养育的另一种形式 父母帮助 甚至是替代孩子做规划 为了让孩子能够读上心仪的大学 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父母们努力帮助孩子扫清沿途障碍 还积极主动采取预防措施 作者将他们称为门房式爸妈 门房式爸妈首先做的 自然是家务活全包 孩子除了学习 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用做 有一位叫杰米的大二学生 从高中开始 就是有他妈妈每天打电话叫他起床 提醒他随后要交的作业 和即将到来的考试日期 在学习上 父母们也努力帮孩子做规划 这种规划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由于美国的大学普遍重视体育 体育成绩好 对升入大学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父母在孩子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 就规划一门体育运动 让孩子早早地进行专业化运动 全然不顾过早的专业化训练 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损害 这和中国父母扎堆 让孩子学习钢琴舞蹈的情况差不多 要知道 过早专业化练习舞蹈 孩子容易出现脊柱侧班的现象 到了读书的时候 父母的插手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美国高中 预先修读大学的课程 对升学有帮助 在选择修读课程时 父母会挑选更容易拿A的课程 不管孩子是不是感兴趣 有时候父母还会自己动手代替孩子完成作业 一位叫做奥古斯特的大四学生 他从小就不喜欢写作 父母一直帮他修改作文 到了大四 他仍然让父母帮助修改论文 父母们为孩子们做的事还包括了代替孩子和老师沟通 一个叫阿尔俊的先生一家三口一起去见作者 咨询未来的学习方向 阿尔俊的爸爸代替儿子询问 阿尔俊对化工研究感兴趣 我们想和你谈一谈相关选择 作者对阿尔俊说 那很好啊 说说你的研究经历 让我帮你想想融入斯坦福大学的最佳途径 但是阿尔俊望向爸爸 然后爸爸又开始介绍阿尔俊过去那些 引人瞩目的研究经历了 孩子找工作的时候 很多父母也是全程陪同的 在美国一项针对725名雇主的研究中 有23%的雇主说 在招聘大学毕业生时 他们经常看到有父母陪同着孩子 父母们为什么这么迫切地 想要插手孩子的一切生活呢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父母希望孩子成功 父母认为 成功的路上不能犯错 一旦某个环节没有做好 孩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入名校 进而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 父母只能未雨绸缪 尽可能多地控制各种结果 那父母这样的做法 有用吗 从短期来看 父母这种控制一切的行为很有效果 孩子的人生安全更有保障 情绪更不容易受到伤害 在学习和工作上 他们能够准确抓住机会 并且获得很好的结果 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样的做法有很大的危害 首先 父母过度介入 孩子容易成为甩手掌柜 甚至连基本生活的能力都不足 比如斯坦福有一个大一新生 到校几天后 快递公司把他从家里寄来的几个箱子 送到了他宿舍外面的人行道边 但是这位年轻人就认箱子搁在那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个箱子又大又重 每个箱子都要两个人才抬得动 他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弄到自己的房间去 最后 是他的妈妈给宿舍管理员打电话求助 管理员才找人把箱子搬进了他的房间 宿舍管理员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求助时 他说他不知道如何找人帮忙 其次 父母大小事情包办会导致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 2013年 一项针对297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 父母有过度养育倾向的学生 相比于其他同龄人 更容易抑郁 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也指出 过度介入的养育方式严重损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他们无法在父母和独立做决定之间达到平衡 大学生为什么会出现心理问题 这是因为一直以来父母的过度介入都在给孩子一种暗示 这些事情你没办法处理 需要我来帮助你 久而久之 孩子也会觉得自己确实做什么事情都不行 他们没有机会形成自我效能 所谓的自我效能 就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 实现目标 以及把控局面 而这恰恰和父母给孩子的心理暗示 完全相反 当孩子们上了大学 离开了父母的身边之后 他们需要独立面对世界 独自解决问题 小道 室友为什么总是把打扫卫生的工作推给我 大道 教授为什么不在论文中明确指出哪些错误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 但很显然 他们已经习惯于父母帮助他们来解决所有的难题 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 于是挫败感会日益增强 长此以往 心里就出现了问题 还有一些学生 他们听从父母的规划 读父母希望他们读的专业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 发现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生活 作者曾经接待过一个叫做 费斯的斯坦福大学大二的学生 费斯告诉作者 他读的是父母希望他读的医学院 他的成绩很好 祭典在4.0以上 但面对这么好的成绩 他一点都没有开心和骄傲的表情 而是强忍泪水问作者 如果他告诉父母 他对这个夏天他们选定的医疗实习不感兴趣 会怎么样 作者能感受到费斯的难过 甚至是绝望 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也不喜欢自己的大学生活 美国大学健康协会 曾经调查了153所大学中 超过10万名大学生的心理状况 有51.3%的人感到极度焦虑 8%的人认真考虑过自杀 6.5%的人曾有意割伤自己 抑郁和焦虑问题已经取代了情感关系问题 成为了大学生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要因素 他们被父母寄予众望 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表面上看父母包办一切 规划一切 暗含的则是父母对孩子的高要求 希望孩子出成绩 有成就 世事力争上游 孩子在心理上不堪重负 又没有应对压力的任性 而父母一味施压 觉得这些痛苦不值一提 于是大学生们紧绷的嫌断了 无法应对生活 转而伤害自己 父母过度养育的孩子 在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之后 同样会面临难以适应的问题 一位救护服务机构的人力资源总监 米沁尔和作者交流时说道 有些年轻员工希望主管像爸妈一样管他们 在采取行动之前 希望主管把每一个细节交代清楚 他们不怕工作繁重 但害怕需要他们自己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父母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过度养育模式下 受害的不只是孩子 父母也深受其害 很多父母 尤其是妈妈 为了孩子的学业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辞职回家专心培养孩子 于是孩子的学习压力 转移到了父母的身上 有些父母的情绪 完全根据孩子的表现变化 如果孩子某一天表现不错 父母就觉得心情舒畅 如果孩子表现得不好 父母就绝望抓狂 有一位妈妈 每天都要去学校网站上检查儿子 需要教什么作业 并保证儿子提交 如果孩子没写作业 而是在看电视 或者打游戏 他就会很焦虑 如果孩子完成了作业 但是与在线系统显示的不一致 他又会很紧张 担心是不是搞错了 会给老师打电话再次询问 他的丈夫无奈地告诉作者 他每天投入太多的精力了 他过得太紧张了 据研究显示 在美国的抑郁症患者中 父母的患病比例 要比普通人高出两倍 美国大约有750万抑郁的父母 当然 患抑郁症不全是因为孩子 但父母的压力 孩子也是看在眼里的 一位叫做加林斯基的研究员 曾经询问过一千个孩子 他们最想改变父母日常的哪些方面 很多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 爸爸妈妈别那么累 别那么紧张 好 到这里 第一部分就介绍完了 我们讨论了过度养育的表现和危害 过度养育的表现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 另一种是插手 甚至代替孩子做决定 父母过度养育的危害很大 可能会让孩子失去基本生活能力 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孩子更容易患抑郁症 另外 父母本身也因为过度养育受到影响 精神压力过大 那怎样才能让孩子成人呢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成人这个概念 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算成人了呢 作者例取了一些特质 我将这些特质提炼成三个词 独立 会思考 能堂事 独立指的是能够以独立的个体和父母相处 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财务上 会思考指的是能够自己思考问题 有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 能扛事指的是 遇到事情会想办法解决 对解决不了的事情 也能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 要让孩子达到这样的标准并不容易 对父母来说是巨大的考验 因为父母先要学会牵手 培养孩子相应的能力 接着 父母还要学会逐步放手 让孩子真正地走向独立 牵手再放手的过程 就是培养孩子能力 再让孩子走向独立的过程 那对孩子来说 哪些能力非常重要呢 第一个能力是基本生活的能力 基本生活能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像那个连行李都不知道怎么处置的大学生 要怎么在四年大学里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呢 让孩子学会做简单的家务 学会自己保管财物 安排行程 对孩子来说很有必要 做家务 自己制定计划 安排时间 这样的事情看着很小 意义却很大 因为通过完成这些小事 孩子能够培养自己的控制感 也就是说 孩子感觉自己通过思考和动手 能够控制事情的进展 继而将这件事情完成 而控制感是自我效能的核心 孩子通过成功完成每一件小事 逐渐建立信心 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好更多的事情 而且做家务 还能为将来更好的工作打好基础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孩子在家里负责洗碗和倒垃圾 这两件事看着我也不足道 但其实是教孩子怎样通过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整个家庭生活得更好 孩子养成了主动做家务的习惯 在将来工作以后 会更愿意为了整个团队更好 主动承担责任 那怎样来培养孩子的基本生活能力呢 作者建议父母可以循序渐进 从帮孩子做过渡到 由孩子独立完成 如果孩子年龄还小 或者第一次接触 父母可以帮孩子完成 孩子了解了过程之后 父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 等孩子熟悉的操作方法 父母就可以尝试 放手 自己推到一边 看着孩子做 等孩子多次操作都没有问题 就可以让孩子 独立完成了 这就是一个从牵手到放手的过程 作者也是这样做的 作者的孩子索耶读书时 一直都是作者帮着索耶 办理学校报道的手续 到索耶读初中时 作者意识到 需要让索耶自己做这件事了 于是在初中报道的那一天 作者没有再替孩子完成注册手续 而是站在一边 看着索耶停写表格 回答工作人员的问题 在索耶初一那年夏天 他要去参加夏令营 作者尝试进一步放手 想让索耶独自办理登机手续 作者首先教索耶 办理登机手续的注意事项 然后看索耶自己完成登机手续 有着这次成功的尝试 当索耶从夏令营回来的时候 他顺利地独自完成了登机手续 在培养孩子的基本生活能力时 作者提醒父母们 有一点需要牢记 那就是要放弃完美主义 让孩子不断尝试 如果孩子还在摸索中 比如孩子洗碗洗不太干净 这时候父母站出来指责孩子 或者帮孩子做碗 那肯定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 对孩子来说 第二个重要的能力是学会思考 什么是学会思考呢 那就是让孩子能够自己把事情想明白 把已有的经验 学过的知识 应用到现实情况中去 而不是父母或者老师说怎么做 他们只负责执行 怎么提升孩子的思考能力呢 作者建议采用来回提问的方式 和孩子展开对话 不过对话也是有技巧的 下面这种对话就起不到提升思考能力的作用 比如孩子回家时 爸爸问孩子 今天在学校情况怎么样啊 孩子回答说 还好 爸爸又问 英语考得怎么样啊 孩子又回答说 很好 然后爸爸表扬孩子说 哦 太好了 你真棒 对话进行到这里 通常就说不下去了 这是因为 爸爸的回答没有继续深入 最后的表扬更是直接结束了对话 那好的提问方式是怎么样呢 我们以刚刚父母 询问孩子学校情况为例 父母可以问孩子 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如果孩子回答说是英语时 父母可以继续询问 为什么最喜欢英语呢 孩子或许会回答 因为老师教的东西我都懂 父母就可以接着问 你做了什么事情 让自己总是能听懂老师的问题呢 这种提问就是鼓励孩子 介绍自己的学习方法 总而言之 不管孩子回答了什么 父母可以在对话中反复询问 为什么 怎么做到的 你有什么想法来引导孩子思考 而且对话可以不局限于孩子的日常生活 或者学校表现 还可以谈一谈最近发生的时事问题 或者一本书 一部电影 作者建议先选定一个有不同观点的话题 然后问孩子的看法 父母可以试着说出和孩子看法相反的观点 然后向孩子解释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依据 以及坚持这个观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当一轮讨论结束以后 父母可以尝试和孩子交换观点 重新再来一次讨论 这样的讨论方式 可以激发孩子不断思考和运用 已经学过的知识 在和孩子交流时 作者提醒父母 要用鼓励和打趣的语气 不要过于挑剔 苛求孩子说出无懈可击的答案 一位女孩曾经告诉作者 她做律师的父亲 为了培养她的思辨能力 总是会在讨论问题时 把她逼到哑口无言 两眼泪汪汪 她后来要么避免和父亲交谈 要么就做好十足准备 奋起反击 和父亲谈话 更像是战争 而不是亲自交流 很显然 在孩子长大之前 父母对某个主题的了解 要更多 更全面 作者强调 父母和孩子交流的目的 是帮助孩子 梳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而不是要代替孩子去思考 将自己的观点 强加到孩子身上 除了和家人交谈 父母还可以鼓励孩子 和更多的人交流 比如运动教练 老师等 让他们更多地提出 自己的疑问 表达自己的观点 父母可以让孩子 事先准备 想要交流的内容 以及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 孩子有了思考能力 父母可以尝试着 更多地倾听孩子的想法 从牵手 走向放手 比如 让孩子去学习 他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父母认为 应该学习的东西 作者曾经建议儿子索耶 在高中辅修西班牙语 索耶同时还俯修了三门功课 学习压力非常大 作者和索耶讨论 怎样实现学习平衡时 索耶决定放弃掉西班牙语 还说服了老师 说自己会增加更多的时间 在喜欢的课程上 而且西班牙语学得吃力 也达不到大学要求的水准 孩子有了思考能力之后 就能够规划自己人生 独立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决定 说完了基本生活能力和思考能力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孩子应该具备的能力 那就是应对挫折和失败的能力 也就是抗挫力 没有人能够一直成功 抗挫力能够帮助一个人 在失败后重新站起来 持续走下去 作者认为 孩子要有不害怕失败的勇气 父母要有接受孩子失败的坦然 让孩子经历糟糕的事情 也是孩子的成长必修课之一 比如说 没有被同学邀请参加生日聚会 花了时间和精力写的作文 但成绩仍然不理想 没能进入学校篮球队 受到了其他人莫名其妙的指责等等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 父母要提醒自己 孩子成长中 必须要经历一些糟糕的事情 但是看着孩子经历糟糕的事情 显然不够 父母应当培养孩子 应对挫折的能力 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还能够从容应对 抗挫力怎么建立呢 作者的建议总结起来 可以分为 事前 事中 和事后 三个方面 事前 父母要让孩子知道 自己和他们是在一起的 无论他们成功 还是失败 是不是犯了错误 父母都会支持他们 爱他们 这样无条件的支持和爱 是孩子放手 自己探索的底气 事中 父母要学会站在一边 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 并且承担后果 不要因为害怕孩子会犯错误 而急于帮孩子扫清障碍 比如 孩子没有被同学邀请 参加生日聚会 父母就偷偷领袭同学的家长 把自己的孩子加入邀请对象中 事后 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复盘 给孩子具体的真实的反馈 仍然以孩子没有被同学邀请 参加生日聚会为例 父母可以和孩子复盘 如果两个人本来关系不错 但是孩子没有被邀请 那是不是孩子平时做了 伤害两个人有益的行为 如果两个人平时关系就一般 那父母可以告诉孩子 不被邀请也很正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你 再比如 花了时间和精力写的作文 但是没有拿到高分 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分析 是不是孩子没有准确领会 作文的命题要求 或者是不是写作能力还有欠缺 需要更多的练习 在复盘时 父母还可以把自己的人生遭遇 和经历过的挫折告诉孩子 让他们知道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 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给了父母很多 培养孩子的方式和建议之后 作者还给父母们 也提出了建议 那就是父母要找到自我 父母当然应该好好养育孩子成人 但是父母不应该认为 自己的存在只是围着孩子转 作者认为 父母首先要成为自己 通过自己的活动 向孩子展示什么是充实的成人生活 一位叫凯瑟琳的妈妈采取的 就是这样的方式 她和读中学的孩子 几乎是分开行事 凯瑟琳每天下班回来以后 坚持跑步和读书 到了周末的时候 孩子出去找朋友玩 她也会去自己的朋友家聚会 或者看一场电影 大家回来后 分享遇到的趣事 凯瑟琳向孩子展示的是 工作 运动 读书 交友 都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而不是让孩子们觉得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人的生活 我只看到他们为我做这做那 开车送我去各种培训班 很多父母可能会面临环境的压力 那就是自己身边的家长都在努力 培养孩子各种能力 都在为孩子付出一切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作者建议父母要坚定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伴侣达成一致意见 获得有力的支持 再积极寻找和自己有相同观念的父母 好 第二个问题 怎样让孩子成人 也介绍完了 我们主要讨论了 培养孩子成人的养育方法 那就是 父母要学会 培养孩子必备的能力 再逐步放手 让孩子独立 这些必备的能力 包括独立生活能力 思考能力 和应对失败和挫折的能力 最后 作者还对父母自己 给出了建议 希望父母能够找到自我 更加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 人生路上满是风雨 父母不可能永远站在孩子前面 为孩子遮风挡雨 父母之爱子 则未知既深远 怎样让孩子迎风而立 不惧风雨呢 这是每一个父母 都要思考的问题 好 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 就为你解读大战